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烟的世界 现在准备去魔法王国里的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坐在车里 体验小美人鱼整个故事情节的项目 小美人鱼呢是1989年的一部非常有名的 并且很受欢迎的动画 后来呢也被翻拍过真人版的电影 鼠人公艾莉尔是人鱼王国的公主 但是呢人鱼王国有规定 美人鱼是不能和人类出对象的 但是艾莉尔是一个向往冒险和浪漫的美人鱼 所以他一直呢和他的朋友 红蟹塞巴斯丁和比目鱼小胖 他们在海底啊非常喜欢收藏一些人类的小物件 并且在一次他们探头出海的时候呢 这个艾莉尔看上了并爱上了这个岸上的王子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这个王子啊 出来航海的时候遇到了风暴 危难之际艾莉尔突破了人鱼王国的限制 挺身而出呢救下来王子 并且一直唱歌啊 直到这个王子苏醒 两个人呢可谓是一见钟情 王子啊更是爱上了艾莉尔的歌声 自此之后呢艾莉尔就超级想上岸 所以呢就向巫婆求助 巫婆说呢你伤害性 但是条件呢就是要失去声音 来换取一双人类的腿 并且呀他是给了艾莉尔三天时间 三天一过那巫婆呢就会收掉艾莉尔的灵魂 其实巫婆的真实目的呢就是想要整个海底王国 用艾莉尔的灵魂去跟国王交换 换海底王国的统治权 所以呢就用了这么一招 那当艾莉尔上岸之后呢 因为没法说话也没办法表达他就是王子的救命恩人 所以呢王子并不知道咋回事 而且王子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和另外一个公主结婚了 这个时候这艾莉尔呢可谓是伤心欲绝 好在艾莉尔的朋友呢组织各种海洋动物 扰乱了这场婚礼 并打碎了这个祖宙艾莉尔不能说话的鹦鹉罗 让艾莉尔恢复了声音 那王子啊此时此刻终于意识到 这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是他的真爱并亲吻了他 但是此时海洋呢已被乌婆控制 最后王子带领船队 拯救艾莉尔 拯救海洋 干掉乌婆 同时他们的这个真爱感动了大神 将他永久变成了人类和王子结婚 就是这样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 但是呢这个电影啊又突破了原著 抛开了以往公主柔弱的形象 塑造了这种独立自主 叛逆啊又勇敢追求爱情的现代女性形象 结局呢也是大团圆结局 这里的布景呢也是完全的还原了 主要的故事情节 以及电影里的音乐 在当时上映之后 引领了动画电影里的歌舞超 抛开这个故事情节吧 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 是否美人鱼是真实存在的 美人鱼本身也是吸引人们关注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美人鱼系列相关的影片呀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 整个tour呢排队的人并不多 大概呢全过程看完了五分钟左右 这应该是迪士尼最闲适的鸭子了 人群中找到一个僻静之处 喧闹中悠然自得呀 这应该是迪士尼最后的迪士尔